集合客户体验系统研究 24-7 access to diverse global markets right here That's why I added stock index futures to my trading strategy Now when I see ups and downs coming I'm ready Well played 大家好,今天是28号,3月28号 今天期指结算,昨天也说上午不移动 原来下午也不移动 你见到市场很安静,成交921亿 只不过是去到最后 回答一下,回答到最后3.9个字左右 然后结束了今天 期指最后真是厉害,3月份即月期指 结算在2979 大家看看今个月 月头开,好像是2705 你只要今个月头3月1日买了一张旗币 上去你不收水,下去你不斩头 去到最后也有赢钱 赢了14点,3月也是这样的 看看明天就是指数了,到季节,的index 有些人都会去计算 在市场上除了是通过交易所的旗币 外围也会有一些叫OTC 我们不是通过交易所的 不是通过交易所而去做一个叫做交易 然后两间,譬如两间银行 或者是两个counter party 两个自己去做的 不通过交易所,大家去做的 这个叫外围结算 那OTC结算呢 我们就不知,直接不知时间的 我们以前会见过,在北京时间10点 北京时间12点 都有这些OTC结算 看看市场是怎样的 但是通常公司都会看到 在最后4点的结算价 那个现货结算价就不是期了 是现货结算价 看看完成第一季会是怎样的 如果第一季之后 我们下星期一回答 就是第二季了 我们进入第二季 然后再去做第二季的部署 还有就是为何第一季那么重要 有些公司你自己计算税 你也是计算到3月30日 有些日本的公司 都是计算到3月尾 为止2018年 2018年 现在所以变成了市会 是会去到三 所以为何每年的第一季是那么重要 第一季 有些是季节 有些是年节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除了期结 因为要计算期指的结算价 还有一个季节 就是要计算明天的结算价 那个指数究竟收到哪里 这个月大家都清楚了 我每天都去跟大家说的 276 今个月 3月1号开始276 在现在来说 还在升 还在升 56点 55点 56点 还在升 276 不是 276 59点 现在还在升 你看看 明天才算 没有 没得说 市场都是锁住的 静 看看一会儿有些数据 欧洲 欧洲又有问题 土耳其的里拉 跌到 妈妈都认不得 你又看到 巴西的雷亚尔 又是跌到妈妈都认不得 那些钱都走到哪里 那些钱都走到美金 先来新兴市场 有些危机 其实市场有些糯米了 大家小心点 大家小心点 回去看看有什么数据 今晚就没有了 有 8点半 这个是Q4 这个Q4已经是收定了 去到3月 说到去年 已经收定了 美国的GDP Forecast是2.4 上一次是2.6 看看还有什么 星期四的礼牌赛 Jordop Scam 看看还有没有 德国的CPI 为什么这么迟出 这是修订 是修订 嚇死我 为什么这么迟出 今晚10点 有些房屋数据 2月份 有没有 纽西兰央行说话 明早就没有 没有了 因为月尾 明天就有日本仔 到日本仔 早就出了很多数据 日本仔3月份的CPI Forecast 0.5 但是Yen正在升 因为我们看到 环球避险资金 走进Yen 看看还有没有 好了 明天都是德国的数据 英国GDP 留意一下 数据月尾 季节就是这样 先看看黄金 我们看到黄金 好像上不到 周一最高做到 1324 现在叫做反复 你不能说它下跌 最重要的是 今周可否守得住1300元 守得住1300元 甚至乎上回去 上回去1313.9 令到今周 站在周线上 都没有问题 暂时来说 只要不是收回1300元 最危险就是收回1300元 不收回1300元 都是叫反复靠稳的 它可以在这里反复靠稳 才慢慢做上去 暂时来说 你说很差不是的 只不过不够上升动力 不够早前的 蹦蹦蹦 继续去的上升动力 但是它也叫做 锁住在这些反复上落 二十多元 齐头 即是不穿1300元 站住在这里 至于这只银点 都是叫反复偏远的 点远点远 现在都是15.3元 没什么大动作 做完高位下来 做完高位下来 但是下面下不下来 又下不了 锁住了横行 金银似乎 都会有一个叫做 月结的关系 令到它锁住了在这里 至于这只银点 这只银就不够力了 你看到前天 最高是60.38元 其实上周做过一次的 60.39元 做了两个顶 不够力再上去 昨天跌下来 现在轻微压下去 如果油价始终上不了60元 我们就看了 因为过去一段日子 美股和油价是非常接近的 油价升 美股就升了 油价跌 美股就跟着一起跌 大家在12月26日 博星日那天 由低位开始上来 油价是这样 美股是这样 那我们去看看美股 会不会有些讯号 给我们看到 或者是有些东西 给我们看到 先看下纳指 昨天纳指又跌下来了 你看到 昨天纳指最高7404 砰 一声下跌下去7276 似乎市场都会去考虑到 或者是叫做 怕了 怕了 现在外围的情况 因为大家真的看到 会有些 有些味道出现 你看到 现在轻微轻轻上了 7338 但这种力度就不太足够 你整体上 今个星期都叫做反复偏远 就没有了上星期 过去那两星期的那种力度 会不会停下来 然后完结了 我相信就会是这样的 停下来 等下季结 完成了 我们准备第二季 你也看到 Dow Jones 昨天也是 由高位25781 插回最低落254 很大幅 300多点 今天亚洲时段 上过去这 现在在做25669 其实也算是升得高 现在也算是升得高的 对比来说 看看是否叫做反复 仍然维持在 前日收市25676 昨天收市25660 现在在做2567多 它就像我们的港旗 锁住在287 它现在就是锁住了 看看S&P S&P也是一样 我们一直都看淡 昨晚印了一棍下去 印完一棍下去 基本上 现在叫做横行 星期一、二、三、四 今天是星期四 现在在做2812 昨天收市2110 前日收市223 上来上去都是很责福 但是我为何看淡它 就是因为周线 我们要比时间错 一天不穿回这个顶 我暂时来说 都是认为它会有机会 回到10天线 2762 甚至更加低的情况 我觉得 究竟这里是不是转弯呢 停又似的 但是跌不跌呢 要看了 要看市场如何去解读 现在我们看到的 所谓债息倒挂 土耳其里拉 巴西雷亚尔 新兴市场 那些问题 那我们就要看了 至于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是有少少 令到 因为避险的因素 令到美元上升了 你看到最高96.59 但是你发觉过去一段日子 先讲远一点 讲远一点给大家看 你看到它基本上是由 97.7 跌到94.63 然后又上97 然后又跌下去 可以整体上 用周线你更加清楚 基本上是横行来的 上落市的 跌上落上 又是这样 上落市 非常窄幅 落到那两元 就没得好看的 我们去看看外汇会是怎样 外汇拆开来看 先看就多了 似乎有些资金 跑到那里 你看到 那里的 昨天最高1071 其实你回来 在3月中 3月15日 其实那里的 去过112 接近112 1119几 这个月上月尾 30月头来的 去过11212 整体上整个月 反复偏淡 今天 1,003 现在在做1,027 似乎有些反复向下的感觉 看到有些资金的确是走到日元那里 接着我们去看看欧洲的货币 看看会不会受到牵连 乌链是怎样的呢 现在 现在这一刻乌链继续押下去 今天最低11234 现在在做11247 其实整体上 美金做得好一些 乌链都是偏淡一些的 至于英镑脱欧不脱欧 脱还是不脱 硬还是不硬 你看到英镑反复偏远 你看到它昨天最高 做到13270 就跌了下去 但是 广不好做的是什么呢 就算你真的 你看到那个势跌下来 会有机会跌下去 突然一个好消息 砰 立刻抽上去 技术上 如果大家去做 这支榜的交易 Trading这支榜 我觉得大家在看近 每一次开了盘 设定了一个stop 因为很危险 你看到它爆了 都是突然间一棍爆出来的 突然间的 因为有突然间 对于脱欧的消息 是有利好的 那就正是飞天了 又飞天 接着又不利好 又跌下来 但是 这支榜真的难做 应该这样说 不要做 过去四、五个星期 大上大落 不要做的 没有边出 没有条大边出 好了 澳洲 纽西兰是怎样的呢 你不加息 不加息就没有人要 你看到澳洲 慢慢跌下来 昨天最低落到70.68 现在也不是上很多 70.87 轻微上回 但是力度上不了 纽西兰也是 2019年 不加息 不加息就没有人要 你就继续 昨天硬了大棍 今天最高 弹到629 但现在在做6810 技术上 叫做反复 你可以说 最低限度 你可以说 它不加息 那就是对前景 就不乐观 但是 这些东西 始终都是有利息收的 你说长期去短它 或者去沽它 就不好的 但是 你看到 纯粹是短炒 纯粹做一个短炒 相反而来说 你看到其他区人士 都是在做上落市 它这个也是在做上落市 至于 Dollar Cam 油价没有力 油价没有力 是否会令到加指跌呢 你现在有少少抽 在抽上去 这个星期 美元升 油价跌 是否会有机会再抽呢 抽穿1.3471 上回1.35 现在的方向 就在去这个方向 看看可不可以再上高一点 暂时来说 Dollar Cam 其实这幅图也很清晰 只不过它是否要 爆到上上面 13471 继续上去 如果要做的Dollar Cam 都是买美金沽鱼的 现在的走势上 都是买美金沽鱼的 美金突然间转强 是否有些避险的因素 而带动美金做好呢 就是我们这样看 好 关注一下 资商所微信公众号 接着我们回来看看 亚洲市场是怎样的 好了 回来了 我们看到的亚洲市场 这个就是阿爷的图图 大家看到 我们看到阿爷 自着今年 跟大家去买一下 季节 明天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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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1月4日 抽到上去3129 其实是反复的 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支做这支羊竹不是好 其实不是代表什么 你只不过是代表短时间内 好像3000点有人顶住了 昨天最低2988 今天最低298 昨天最低2987 前天最低2988 好像是顶住了 但今天最低3025 最后又是收回3000点留下 技术面上 完全不算漂亮 我们现在就担心了 究竟是否过过季节 就是完成了这个月之后 它会堵穿2963 这个在三月份最低做过2963 堵穿了它会走得深一点 技术面上面 我们看到 上证 是由1月4日 这样抽上来 回吐了0.236 即刻彈 但即刻彈 你要再破顶才行 要再破顶才行 如果再做一个顶 而破不了 现在这样走下去 这个0.236 它会有机会跌下去 甚至乎回到0.382 要落到266 甚至更加低 所以暂时来说 A股真的不漂亮 今天也不漂亮 今天也不漂亮 你的平均线 10天线 如果明天再跌些 10天线会交叉 来到20天线 乘形向下 会比较淡 至于港股是怎样 港股没办法 还是要等 我们等什么 等运度 你现在也要结算 先来结算 接着就去4月 你看到整个趋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恒生指数 上又上不了 下又下不了 现在 在这些水平 今天算是给面 按过一下 去到288 去到288 又不穿20天线 我们经常都很想去高沽 勉强点说 因为这里不准 这里不准 今天恒生指数是多少 我们去看看恒生指数的 天线 今天做286 都保不住 上周五最低做过288 列口仍然在 其实我今周最希望见到28850 跌一跌 然后回落 今天只有10多 288 留上只有10多 然后回落 最后收到287 70多 无论如何都是顶着月的结算 都跟大家说过了 3月1日3月2日就是这一棺 那天开276 上去 跌下来 上去 跌下来 收回到中间 又是在277 那么你令到这个月 基本上明天就知道了 令到这个月是什么呢 1月是大升 2月保持升 3月不升 现在我们看到的 3月不升 有波幅 上下有波幅 有底顶 不过没有升幅 没有足心 整个月 就算你明天 除非你明天发癫 除非你明天发癫 否则的话 它是没有足心的 但是要小心 要小心是什么呢 如果明天跌穿过276 那就是明天 这个月是跌的 那这个月是跌 是不是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前个月 1月是升 2月是升 3月理论上 按差你都是做十字升 如果它在月份来看 你看到早前的那些 升得就有了 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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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就是升的 这个跌了一棍 这个是9月来的 跌了一棍 再升升升升 如果现在保持不到 我们就会看 4月就有危机了 4月究竟是否有能力 延续这个升势呢 我们都一直所说的 今年去参考去年2018年 2018年在这里 33484跌到24540 做了这个反弹 现在就刚刚超过一半 而不到618 但是最大问题就是 它转了弯了 现在短时间内 短时间内 如果你看好个事的 短时间内 麻烦你 爬回到十天线上面 将它上回到50% 29,000楼上 50%就是290,000十几 上个星期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上了去就不应该跌下来 今天最高硬到280多 都是上不到 那我们就看了 过了明天 接着就回到4月了 究竟在4月开始 你有没有能力再爬回上去呢 这个就很重要了 爬回上去 它可以延续这个升势 爬不回29,000楼,爬不回10天线 明天的10天线 如果跟20天线 开始转下来 而价位开始再跌下去 我们第一个找的支持 就已经去到50天线 接着再去到250天线 就会整个星座下来 甚至乎我担心 这个星座会做得快 会快跌下去 因为会有机会是转角的 但是现在都叫做圆珠上组的 它都可以跌下去250天线 再爬多次 做两个底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的 可以上去 就是这样上完这里 跌下来 再上去 再跌下来 还可以上去 还可以在250天线 做到支持 因为其实 不够时间说 不说 不说 明天再说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 至于角指是什么 角指是什么 你看到角指也是一样 在3月初的时候 跌下来11,151 跌下来 然后做个反弹 跌下来 跌下来 现在又在这位 但是我们细心点去看 其实它上都上不了 没有力上 就是这样 其实我刚才想说些什么 大家去查一下 2015年 那个26,500是什么 那个26,500 你们去找一下Google 鑽石底 那个就是鑽石底 但是你那个鑽石底 只不过不是顶了很久 那个26,500 然后一跳穿 就是这样 现在如果再做一次 你放心 如果市场再做一次 恒生指数 再做28,000 而出现一个反弹 再向上 你看着 又会有人走出来 鑽石底 你看着 我说的 一定是 再做一次 这些是最矛的 最矛的动作 是什么 上完去 跌下来 顶着 上去 再下一次 跌到差不多28,200 不跌到250 又跌上去 那全世界就说 这个升市 然后出现箱底 然后再继续向上 我们看三万点 我现在预言 如果是这样做 有可能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 不过其实做法 就是说是这样说 但是我们都会去看 究竟是否会发生 这些情况 但是做短一点 看看它走入第二季 会是怎样 我相对地是淡一点 我对这个市场是淡一点 因为它做了一些动作 在价位上 令到我看到 有些问题出现了 在现在 因为再加上外围的情况 我们不可以只看港股 去看看股票 我们看到 一直都说 和你们说过700 就不太够力 转了弯下来 出了业绩 出了业绩 想着它站稳 这一天出了业绩 最好出了业绩 之后上了369.6 然后就跌穿10天线 跌了下来 前日最低347 现在收在354.4 354.4 它都算是站住了 但是你看看 今个星期开什么 今个星期开352 现在 不是 原来今个星期都算是站稳 站住 不升又不跌 看它开派彩了 那又怎样 这几天大人做事 我们小孩要避开 结算后期货 2823.5 开了put 过夜 结算后 用10天线做止蝎 同意你的策略 我们是顺势做trade 不能够在顶位走货 或最低位入货 等转世信路确定后 才能更别 没有 永远都是 我们永远都是 在一个市场上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永远不知道 纯粹是一个博弈 我们是没有神仙的 我不可以告诉你 大家放心 第一季一定是见底 大家放心 第一季见底 我不会说这些说话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不会说这些 但是我们最理想 是做一个顺势 车不是我开的 我上车等司机开车 不对路就是跳车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一上车 你发觉不合适合 明明想着 在尼敦道 明明想着去深水埗 或者去新界方向 他正在去尖沙咀 那你就下车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正在做这个动作 你问我 一站在那里 车去哪里 我怎么知道车去哪里 是不是 他又没有写 只不过我看到一些东西 认为车在去尖沙咀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答案问题 27 27是什么 银河娱乐52.5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一直都看 其实转列点是上周五 上周五 这支棍真的做得很差 他上周五收到53.4 砰 星期一跳了下来 去到52.5 但是这几天叫做反复 反复他也上不了 今天最好做到52.5 又是坠下来52.5 纯粹说的技术面上 真是弱 939长线 你想买人 不要买了 不要买 不买得住 6.82 你虽然说今天弹 我开了周线给你看 仍然都是叫做反复偏远 先夹上去 让我看到他可以买得 暂时都不要住 要么跌深一点 要么你乘回营向上 他两样都做不到 停了在那里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放在那里浪费时间 就是钱 3690 你们很想做反复 3690 不用想 是怕什么 怕磨你时间 什么都不怕 上面的指示在哪里 上面的指示55.6 一磨时间就麻烦了 这里为什么 早前就跟大家说 很大会怕 怕什么 那个价位不打你 不过缩窩而已 缩窩缩死你 现在在这里 偏远的 你说 指示 怕时间 只是怕时间 55.6 是打飽 55.6 是打飽 813 是什么 813 继续保持 今天也算是可以的 昨天收在23.95 今天收在23.85 但他还没转 还没转身 但力度就不够了 开始 还没转身 看下会不会有机会转身 不够力的了 开始 中国铁建 今天在低位做了上来 今天10.28 但回到10.36 会跌到什么位 暂时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跌到什么位 暂时来说 我回答你 如果你在技术面上面 下面有哪里有支持 你要数到9.78左右 才会有支持 9.78曾经做过 大概在去年12月的时间 最低做过9.98 这些水平 仍然有一跌 10元以下都有一跌 不要买住 1623 海龙控股 这棍爆了上去 1元 有没有得承接 早前他都会有得上 上面的阻力位 1.18 看看撞了1.18 还有没有得去 早前的连续 1 2 3 4 抽了4日 看看能不能保持到 不是很差的 不过你自己设定的指示 只有这样做 1 2 0 3 港南 这些不能回答 你看看这些 自己做的 做上去又可以 做下来又可以 派上去又可以 下来又可以 怎样都可以 你看到了 冲到上去1元 你早前上去102 有没有得再上去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这些图看不到 看不到 他现在做法好 问题就是有没有得持续再向上 我们关心的 不是关心发生了 而是关心未来的事情 3.3 和记段讯 幅图是不错的 势都不错的 慢慢做上去的 慢慢做上去 昨天做得一样 代表力度就不足够 他会有机会回到10天线 但是不是改变趋势 而跌下去 还没穿10天线 你不行了 3.177 要穿 1.177 是怎样呢 1.177 是一样的 药业股 死都上不回7元 上得回7元 会更好 他现在夹着 就不跌着 但是偏远 不跌着 但是上去上不了 很差 很差 我们看到那些药业股 已经又在煲药 但是上一次煲药 我们是想煲它上去 今次煲药 是看不到上去 1.10小米 还行着 上去 都上不了 在 range 昨天曾经一度 弹过11.33 收市 现在下回到11.18 整体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 不算漂亮 这只很漂亮 今天早上 为什么跳了883 好 给你们看883 883也是这样 我没想过它弹得这么高 不过小心点 今天开了14.46 之后 不承接最高位 下回到14.32 如果你们有的 用10天线来做指示 就是14元 我们早前不是说 充了上14元 又跌下来 充上14元 又跌上来 充14元又跌 充上又跌 充穿了就不要回去了 就是这样 不要回去了 看看在哪里吃糊 你自己去计数 一跌到14元 就不要再要了 接着 8号 会是什么 8号 你看到它慢慢做上去 8号 是否派息好 还是有其他东西 你会看到 其实它很稳定的 暂时来说 我们看不到它跌 看不到它跌 做得不错 这只8号 8号 做得挺好的 9-6-8 9-6-8 9-6-8是什么 信以光能 叫做反复一点 在周线上 今个星期 也算是一样 上个星期 按了几棍 下来 现在上不回10天线 即是上不回3.6-8 樓上 我又觉得一样 细细还未能出力 这只9-6-8 9-6-8 9-6-8 可以升到多少 真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完 你看一下 你用历史去看 你去到现在 看不到 我用这里给你看 这个东西是不是将来PCCW 真的很好 这几棍一号上 难道你看到这些 现在上面的阻力位 如果你计算 在2017年2月 曾经做过接近5元 看看可不可以再承接 你看到现在暂时来说 上一次推到上去4.97 在2018年4月 推到上去4.92 现在推到上去4.92 那你要看 有没有承接再继续向上 帅哥 日线都叫帅哥 周线走得大棍 保持向上 那刀穿5元 就不能回来 就非常之好 一把帅说了 揭妈 我说了给你听 我对小米一样 不算帅 这些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继续保持向上 那时跌了那棍 接着咬了 今天又爆发上去 我们现在怎么看呢 如果你追求 我又觉得短线炒你 很可疑 因为我们在2月22日 当时最高做$134.05 这是阻力位 这是阻力位 甚至乎我们看到 恒笼 恒底 衝上去 又是 再继续破顶 继续破顶 继续破顶 继续衝 安杠股份 这些东西一样 继续跌下去 不要购买 有的 如果可以的话 先弹高 因为它有机会 暗心很多 暗心到 真的会回到早前低位 早前低位 落到$5 有权在下面 那杰斯说什么 说粗口 杰斯在这里 夹爆什么 你被人夹爆吗 是不是 四个哭 你夹得很痛 叫了你不要多手 好了 10800 10800 神华 神华出来 我们先看看神华 中国神华17.77 整个州很不一样 它现在连三棍 123 今天是星期四 叫做顶一顶 我们不可以兜 整个小时跌下来 一样 为什么经常叫我喝水 我好像水在这里 还没喝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再回答这个 200 神华国际18.22 但我们看到的赌股一样 不算漂亮 只可以顶住在这里 我们就看不到 IPO 我不懂IPO 图没得看 IPO我怎么回答你 是不是 没得看 开问 想问 旗子结算 但会托住个市 明天贵结 还会托 托 它也会有机会托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预会有机会托 可否留至少15分钟解答问题 不要滚水六脚 7至8分钟 大把机会回答你们 大把机会慢慢来 这么快想说 不要 不会跟你说 好 看看有没有第二件事 不要 没有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明天就 外围结算 我们所谓的OTC结算 就是 周结 月结 季结 都是明天 周结 今周结算 weekly图 monthly 和第一季 quarter 都是明天閉 好 好了 完成了 下星期 进入第二季 看看明天会怎么结 好吗 拜拜